据台湾媒体报道,7月3号,Angela Baby在社交网站发文写下,说实话有点失望,引发关注,有网友指出,Angela Baby之所以心情不好,主因是和最近推掉创造员工作有关,疑似因此遭到了少数激进粉丝指责,甚至牵连小孩,情绪受到影响。 Angela Baby平时鲜少在该平台发文,仅偶尔上传自拍,代言照或者是收到的公关礼物,配的文字多半也是简单的英文或表情符号,然而她3号不如以往,突然po文吐露心情,说实话有点失望,但并未说明原因,面对好友潘伟博留言询论到外,也仅简单回应,一言难尽,不愿多说。 有网友在微博议论Angela Baby的发文,猜测起因她是原定出席4号的创造营2020总决赛,但后来因故取消,被偏激粉丝质疑是为了小孩牺牲事业,导致她3岁的儿子小海绵遭到攻击。 有少数网友骂骂道,孩子脱累,别管太子了行吗,让其他粉丝看不下去,对Angela Baby感到心疼。 Angela Baby工作室在6月30号公布一人7月行程,原定于4号要在深圳录制综艺节目, 但是3号上午临时宣布取消,令不少粉丝感到气氛失落,不过粉丝也出面呼吁不必猜测Angela Baby发文原因,不要攻击小孩, 只是有个别粉丝有些激动,不代表所有粉丝我们谁也不怪。